日本麵就只有1%非常稀少珍貴的牛肉 吃下去那個 和牛的油脂會很融開的感覺 但是又不會吃起來很膩 8種不一樣品種的草莓 50分鐘吃到飽 價值要2000日比 非常非常便宜 好療癒啊 肉的自動販賣機 就是這個100%的 安庫羅牛的漢堡肉排 如果你喜歡日本旅遊 或對日本生活有興趣的話 歡迎訂閱YUI的頻道 還有追蹤我的Facebook跟Instagram 那影片開始 好嗨喲 我是住在日本台語人YUI 今天呢YUI 離開東京 正式踏入九州 進攻九州 耶 其實這次呢 是受到九州光潔縣小林寺邀請 要來這邊去他們的農家民宿體驗 聽起來非常非常的酷 那不知道大家聽到小林 第一個想到的是什麼 我第一次聽到小林 第一個想到就是 小林眼鏡 那我們在這次的 三天兩夜的旅行裡面呢 會去當地的民宿啊 住在他們的古民家 還有去當地的農園 採草莓 還有做孔洞的體驗 非常非常多豐富的行程 那如果對於這種 比較特別一點的 深度的遊遊有興趣的話呢 希望你可以把影片繼續看下去 那就跟著YUI一起出發 對外景秀 從宮崎下來之後 這邊到處都是這種 叫做不死鳥 日文叫做菲尼克斯的樹 非常非常有南國的風情 今天在小林的第一站呢 來到這家 那我想說 嗯 你在說什麼 你後面看起來 完全不像咖啡廳啊 沒錯 這家咖啡廳超級特別的 他們除了是咖啡廳以外 他們還有 採草莓的體驗 然後還有 很特別很特別 我很想要去玩的是 做口紅的體驗 是用他們這邊天然的素材 然後去選你自己喜歡的香味 做成一個口紅 那做口紅之前呢 那個農園先帶我們來這邊 採草莓 那這草莓園裡面有 八種 他說有八種不一樣品種的草莓 而且 是可以五十分鐘吃到飽 平日只要一千八 加日只要兩千日幣 非常非常便宜 通常一般採草莓 時間限制都是三十分鐘 然後就要兩三千塊了 這裡五十分鐘一千八 哇一進來就是那個 草莓的香氣非常的香 那我剛才看到他這邊 有一種很特別的 白色的草莓 他說是叫做天使之一句 天使的草莓 那剛才老闆有跟我講 要怎麼樣挑白色草莓的方法 他說是要找那種 紫比較紅的 才會有甜味 那我來找一顆看看 這顆應該可以吧 哇好漂亮喔 白色的草莓 這感覺跟我之前在 栗木縣吃那種白色草莓 又完全不一樣 這個比較小顆 然後顏色比較雪白 這是桃粉色的草莓 他說最紅就是這樣了 不會再紅 這已經是可以吃的 很成熟的程度了 這個草莓的名字叫做 桃粉桃薰 它吃下去完全就是 桃子的味道 水蜜桃的味道 好特別喔 澳澡路 泡溫泉 我們現在把顏色選好之後呢 現在要來選香味 老師有非常多種的這個香氛 我想要選那個柑橘類的 還有這種就是對皮膚好的 這個很重要 這個要加一滴進去 對皮膚的 很緊張 耶 耶 耶 哇 超級美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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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番我覺得超讚的耶 又可以喝咖啡 然後又可以做口紅體驗 又可以採草莓 真的非常推薦大家 有機會的話可以來這邊玩 我們晚餐呢 來到了這一家 ココヤとコバヤシ 這家餐廳很特別喔 它的旁邊插了一個法國國旗 跟一個日本國旗 這家呢其實是 和式的法式料理店 什麼意思呢 這家餐廳的主廚呢 其實是 原本是學法式料理的 那他回來日本之後啊 回到他的家鄉小林這邊 他就活用善用小林這邊 在地的食材 然後去做出 符合日本口味的法式料理 一般法式料理是用刀叉吃嘛 他是做那種和式的 所以是可以用筷子吃的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這太令人好奇了 想要進去一探究竟 那就跟著YUI一起去吧 いきましょう 我來吃一塊木頭這樣子裝的 非常的特別 然後上面放的是三種 三種地瓜去做的濃湯 更酷的是呢 他還有附一杯這個透明的液體 主廚說這個是用小林附近的 一個叫做Suki的地方 產的這個燒酒 對他說這個燒酒呢 點進去這個濃湯裡面之後 原本是用小林附近的 濃湯的味道會改變 喝起來會變得很甜這樣子 都還可以看得到那個 地瓜的顆粒有沒有 在小林的池水非常的乾淨 所以他們的鯉魚是可以 直接當生魚片這樣生吃的 第一次吃鯉魚吧 口感吃起來非常的Q彈牙 它的肉吃起來是那種很鮮甜的感覺 它不是一下去就像鮭魚那種 非常濃郁的那種 魚的油脂香氣 不是它是吃起來清爽的 但是會後面淡淡的帶出一點點 那個魚的香氣出來 配草莓吃這件事情也滿夢幻的 在品嘗了今天多到的美食之後呢 終於來到今天的主餐了 這個主餐呢 是用安倫牛做的料理 那是低溫的煎牛肉 安倫牛就是安倫牛的 安倫牛就是黑毛和牛的黑 就是取這兩種牛肉的優點 而製作出來的一種新的 就是有這個赤米跟這個 油脂的Balance是比較好的 叔叔說是比較適合來做法式料理 好像在全日本裡面就只有1%被它稀少 珍貴的牛肉 超醬 OMG超級超級超級 好吃又軟 都會有幾口就是會有那個 和牛的油脂的香氣爆發 但是它不會讓你吃起來很膩 就是那個Balance非常的好的感覺 我平常沒有很常吃法式料理 但是呢 我覺得這家店它真的非常非常非常好吃 非常推薦 就在吃這家餐廳的料理的時候 可以感受到那個主廚對小玲的愛 他很努力的用法式料理的手法 製作的技術去發揮小玲這邊在地食材的美味 讓食材就是大變身的感覺 不是單單就是好吃的食材 而是變成美味的料理 今天是第二天早上 我們今天來到了第一站是三隻公霞 也是有非常漂亮的山林中的美景 那剛才聽小玲師他們跟我說 這邊的美景不舒靠千歲喔 是有一種秘境的感覺 那就趕快跟著優宇一起進去裡面看看 對我去吧 有個隧道 有個隧道 哇塞進來這邊超冷的耶 有種探險的感覺 哇 你們看後面的水真的超級藍的 藍藍綠綠的那種感覺 然後後面這個是屏風也非常的壯觀 據說這裡以前是搬運木材的鐵道 所以這邊有好像有十幾個 十一個那個山洞 然後這邊呢這個步道呢是有被日本選為 就是必防的步道的一百個步道之一 平常在東京啊那種工作的疲勞 所以在這邊有種被淨化療癒身心的感覺 這個步道有個很特異的地方就是它這邊中間有個小瀑布 因為前幾天剛好雨量比較大 雨量比較大的時候這個瀑布的水就會比較多 那平常的話可能就比較少 那我們今天運氣蠻好的 剛好有看到這個瀑布 那其實它旁邊有一點點小小的那個 算是屋簷嗎 是可以鑽過去的 就可能還是會有點點淋濕 所以我們來鑽瀑布 好 我要過去囉 行きます 很酷耶 建議大家來的話呢 可能帶個雨傘或是穿 要穿防水 防髒的鞋子來 因為這邊還蠻多那種 不是硬的土是有點泥濕的感覺 耶 我現在來到這個地方是千層岩 看後面有很多片那種 很平坦大塊的岩石 聽說那個九州非常有名的豪華觀光列車 Nana Zuboshi 他們有一個活動就是會帶客人來這邊 然後擺著餐桌就在這邊野餐 它是平坦到這種程度 而且非常非常的長這個平坦的區域 很特別的是它旁邊呢 就是殘殘流水 其實河流就在你的腳下 在你的旁邊 然後流過去的時候可以看到 非常巨大的那種岩石啊 還有瀑布什麼的 可是我們卻在這個上面野餐 這邊這個超壯觀的 那邊有一個高低差 所以這邊的河水流下去的時候 會形成一個非常非常大的聲響 然後這個聲響呢 被選為日本のごしたいおとふうけ百選之一 這邊的橋滿橋呢 是小林市指定的市定的古蹟 那經過這個橋滿橋之後就是終點了 哇 你們聽這個 鳥鳴跟蠢蠢水聲 這邊真的超級蜜境的感覺 好漂亮喔 我今天呢要來體驗 這邊的古名家是這一間 Coco-chan 那這邊也是在小林市裡面的一個古名家 也是如果大家想要來小林市這種體驗 農家體驗啊 或是想要來住宿的話 這邊都有提供這樣子的服務 那趕快帶大家進去裡面看看 邀請了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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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父母嗎 是 你好 你好 我是小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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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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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今天要住的這個古名家的 父母 超級可愛的 有種來到那種親戚家 親戚的爺爺奶奶家的感覺 非常的親切 那現在請他們幫我介紹一下這個房間 好可愛 這裡 這邊 把火灰燙 然後 把火灰燙 然後 把魚燙燙 然後把魚燙燙燙 然後把魚燙燙燙燙燙燙 然後把魚燙燙燙燙燙燙燙 帶大家去看我今天要睡的地方 這是我今天的房間 這是我今天的房間 非常有那種鄉下阿嬤家的感覺 有沒有 我們現在要跟著 我豆嫂我咖啥要來去採香鍋 與你的農家體驗鄉下生活正式開始 好療癒喔 好療癒喔 你們聽見一個聲音 好氣氛 好氣氛 這邊還有毒香菇 紅色的 超級超級紅的耶 超級大片的 跟我臉差不多大 這是我們今天採到的香菇 我們晚上要拿這個去BBQ口 大福蘇 這是我們今天要BBQ的地方 哇 你們看超漂亮的美景 哇好多喔 這邊長超多 餐爵 大家有沒有看到 這個一根根突出來的都是 非常非常大自然的野菜 真的是野菜 好可愛 這是我今天採到的三角 你看 一大拔 採那個三角aves 還有採香菇好好玩喔 我就是平常在都市生活 好像甚少可以感到到這種農家的體驗 非日常的感覺 真有趣 然後就這麼 來吧 會嗎 我只能使用这个芯 哈哈哈哈 哦 下午看的柴 变成了现在的柴火 哈哈哈哈 下午砍了一堆柴蟹肚子超级饿的 我们今天请了就是出张BBQ 就是他们会把那个BBQ的东西带到这边来 然后在这边烤肉 yes 晚上就来的BBQ派对 然后还有今天吃的牛肉也是 昨天的晚餐跟大家跟大家提到的那个 太幸福了 那我们现在去BBQ大餐 我们今天采的香菇 看起来非常非常好吃的安古鲁 谢谢 还有这个安古鲁做的韩伯 好像雪 这个肉开始烤起来之后 整个这个整个区域都超级香的 整个突然肚子超饿 吃吧 吃吧 哈哈哈哈 Yuiさん ようこそ いらっしゃいました この山奥で楽しい 一時を過ごしましょう 乾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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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烤好了 看起来超好吃的 它烤的真的超级超级刚刚好的熟度 你看 每一片都超级厚的这个肉 哇 吃下去那个 和牛的油脂会这样融开的感觉 但是又不会吃起来很腻 这 Humbug就是汉堡肉 日本还蛮喜欢吃汉堡肉排的 那它这个呢 是用100% 就是这个昂格肉牛去做的汉堡肉 通常一般汉堡肉是一半猪一半牛比较多 但它是全部都是牛肉 非常奢华 吃下去那个空气感很满 要不然说它这个汉堡肉是没有做任何调味的 我刚才吃了想说 诶怎么有点酒精的味道 原来是 没有去泡过那个曲 所以吃起来本身就非常的香 但是没有任何的调味 非常的好吃 我们今天自己采的香菇烤好了 来吃吃看 现采现烤的香菇 有点有趣 一般香菇都蛮肉的 蛮厚的 然后QQ的这样 然后这野菇呢 是比较薄 吃起来脆脆的 小鱼 小鱼 早上 等一下要窯烤披薩的 窯要先把這個窯讓它熱起來 連這個窯都是 弟弟他們自己做的 很厲害耶 燙了 在等這個窯烤的時間呢 我們請父親帶我們去散步 裏道ですね 這是什麼呢? 天堂 那是這樣的嗎? 這也是父親自身製造的嗎? 對 一人手嗎? 好酷喔 這裡有一個非常高的帳篷 那種圓錐形的帳篷 也是我多想自己做的 而且裡面也有這個 衣裏 他說這邊也是可以 如果有客人來的話 也是可以睡在這邊 這個是他們自己做的 小地站 還有小雕 好酷喔 我們現在呢 窯準備好了 我們要來製作披薩 耶 超酷的 耶 Y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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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ui來了 開動 我真的覺得這個披薩的 很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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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軟的 很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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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現在把它切好 坐在這個美景美麗的山頂前吃披薩 真的超級幸福 而且這個非常的香 就是一端出來那個烤好的香氣整個哇 它這樣沖上來 番茄好新鮮喔 而且餅皮非常的酥脆 比起厚的餅皮我比較喜歡這種薄皮的披薩 好的 配上這個美景賽庫 嗨 我對昨天的那個漢堡排肉排 一直念念不忘很想要買回家 然後他們就帶我到一個非常非常酷的路邊 想說我們來這路邊要買什麼 結果那個漢堡排竟然在自動販賣機有賣 超級酷的 肉的自動販賣機 有賣這個恭喜的尖角 然後還有這個也是尖角 聽見不懂 這是這個我們昨天吃的100% 這個安國牛的漢堡肉排 然後還有肉的這個 хォルム 吐ルム就是內臟之類的 內臟的水餃這個也好少見喔 這個870元 你可以 喊 呀 聽說這個自動販賣機本身是 冷凍褲 然後它這裡面呢 是有放那個保冷劑在裡面的 這樣子 保冷劑 然後還有他們家的這個 我們昨天吃的那個漢堡肉排 一個870元 這個ヤマクチアングロ 他們家的這個介紹 它這個可以放到6月7號 可以放大概三個月左右 還滿長的 這次呢非常榮幸可以受到 小林市的邀請 然後來到 宮崎來到小林這邊深度旅遊 那我自己呢也是第一次 有這樣子深度旅遊日本的體驗 然後甚至可以跟在地的農家 有非常多的交流互動 還有深度當地去品嘗他們自己 自己種的新鮮的蔬果什麼的 我覺得真的是非常非常棒的經驗 尤其是如果平常又是住在東京啊 在那種大都市裡面工作繁忙的人 來到這邊會有一種 refresh的感覺 可以放輕鬆 然後清淨大自然跟在地的人交流 我覺得是非常非常棒 所以如果是平常啊 已經去了很多日本其他地方啊 非常有名的地方觀光過了 然後想要來點不一樣體驗的話 我非常非常推薦大家 可以來小林 可以來恭喜這邊深度旅遊一下 好那 Yui的頻道平常在分享日本生活 還有日本的旅遊 所以如果你喜歡日本或是喜歡旅遊 一定要記得訂閱Yui的頻道 還有追蹤我的Facebook跟Instagram 那喜歡今天的影片 希望可以放個讚 然後還有多多幫我們分享 小林的旅遊的影片 給更多人 讓更多人知道 這邊有這麼棒的觀光體驗 那喜歡今天的影片 按讚訂閱非常不喜歡 追蹤的鈴鐺 我是羽毛豆奶 掰掰